現在才知道 投機款 輕鬆存得到 新年齡 最近這兩年 台北市的房子漲了34% 新北市更可惡 漲了57.75% 哇 好羡慕喔 羡慕 羡慕那些早就入場的人 喔 是…我以為我嚇了一跳 因為像我們是南部上來打拚的 是 我們一般來講 都有兩隻手空空的上台北 對 我也是 我很想在台北買一個殼 但是九個字 買不起… 對 因為雖然政府一直在努力打房 但為什麼這個房價 老是讓人永遠都追不上呢 因為 藍門咖 情細咖 阿黃架貝皮咖 好 找太多跑得太快了 對 所以你賺錢永遠在後面跑嘛 對 但是我們今天要跟所有的 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 今天要教大家的 是九個字 買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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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耶 我們要教大家如何輕鬆的理財呢 就可以讓你存到投機款 而且呢今天我們歡迎到的來賓啊 聽說呢 啊 也是在演藝圈翻滾多年 那為什麼還是沒有買到房子呢 我們等一下讓他們好好的來聊一下 首先歡迎到我是丁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丁 大家好 我是丁丁 大家好 我是丁丁 歡迎大雅 大家好 我是丁丁 我們也出了新作品 耶 恭喜 恭喜 出了這個偷窺寫真書 對不對 其實呢 這本書啊 我個人覺得呢 應該要轉送給憲哥 哈哈哈 憲哥 憲哥 你可以翻過來 翻過來 太適合了啦 背面 背面 看背面 是 你們有偷窺的感覺 對 我們在螢光幕前是被大家看著的 可是你下了螢光幕之後 會很多人盯著你看 不管是狗仔 或者是民眾 甚至是你的朋友 他們都在看你的生活 你的每一刻你在幹什麼 所以講說偷窺 其實我們有一點享受 但其實又有一點覺得被侷限住了 是被偷窺的人會有點侷限 可是其實看就是偷窺的那個人 其實還滿興奮的 而且 我覺得這名字取得真好 對 因為很符合男性心目中 對於女性那種想要偷窺的那種慾望 對 那種想像力 對 而且想像力是最大的吸引力 沒錯耶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兩位專家 我們的好朋友麗芳 哈囉 大家好 麗芳 好朋友小琪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喔 國內有一個統計報告 對 我們國內的大學生 他希望人生第一個目標 10年可以存下買房子的頭期款 目標才多少 10年200萬買一個小套房 對 對妳來講是小套房 對 要不然就要買那個蛋黃外面那一種 蛋白 甚至蛋白外面的蛋殼跟蛋白中間的 季帶那個地方 沒錯 那這樣子一開始 我們就先來問問我們今天的來賓 幾個問題好了 首先我們先問問大家 未來有想要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的 請舉圈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舉圈啊 對啊 誰不想要 大家都想要嘛 對 對 而且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也在家裡這樣喔 自己還坐著牌子拿起來 好 那再來問一下大家喔 你有覺得這個賺錢的速度 永遠都趕不上房價漲幅的速度 請舉圈 你看 大家都有自一同 連我們的賺錢也就是賺錢的 好 來 第三題喔 你覺得怎麼省 可是你的全款簿老是都不會變多 老是存不到錢的 請舉圈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好 舉圈 難得就是 舉圈啦 難得又來了來賓的想法都一樣 是 難得大家都有自一同耶 都沒有意見分歧耶 所以要問一下 大家努力存錢想要買房子啊 但是最後 老是覺得買不起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先問一下丁寧喔 我真的是一個很很糟糕的代表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花 我覺得除了房價之外 我覺得因為我本身 花錢的速度應該有十二接銷 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現在的狀態 工作十幾年 目前存款一百萬 目標頭期款三百萬 欸 其實你的目標並不遠耶 但是 你再說一遍 雖然並不遠 你訂在三百啊對不對 我覺得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我這個一百萬 已經停在這邊多久了嗎 為什麼 你覺得最難存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 我覺得真的就是 因為一方面是個性啦 我覺得我真的不會理財 我是一個就是 對我看到數字會緊張的人 我永遠沒有辦法好好的 就是細讀數字 或是人家跟我解釋 我完全都不懂 我會整個很近 耳朵就關起來了 對 我也很驚慌失措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我個人就是很愛 好好的吃東西 吃東西能花多少錢 我們來舉例好了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 很喜歡吃有機食品 哇 那超貴的耶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吃的東西是 保健自己身體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我很重視吃 對 那我要吃很新鮮的蔬菜 然後很好的水果 然後吃肉要很好的蛋白質 尤其現在有了小孩 更是如此 對 所以我很少就是吃那種 比較簡單的東西 所以吃方面花很多錢 然後再加上我們家旅遊的次數太多 我們幾乎每年要 像這三年來 是我們每年都要回去一趟美國 那因為我現在的時間 是一定要七月八月 所以我們 暑假特別貴 哇 那個機票厲害了 然後三個人嘛 所以我們每次這樣出去 每年至少就是 光去美國就大概三十萬左右 對 然後不要再 不要算說我自己出國去 就是學瑜伽的課程或怎麼樣 所以就一直花 一直花 一直花 然後就 就會花到 一直花一直花 是你存不到錢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覺得也是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工作十幾年啊 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曾經哪個案子 就是在你身邊 你就覺得 我就應該買的 可是沒有買的 有啦 其實就是我現在住的 那一棟大廈的舊房子 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的房舵就在問我 就是他說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租了 租到第五年的時候 就是我大概手上有出的 大家就 就是這個數字 五年前就是這個數字 對 那時候我覺得說 其實就可以開始準備看房子 因為那時候我看了很多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房 我就一邊看 然後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我們那一個社區 我就先問我們的管理員 就說沒有房子要賣 或是馬上跟我講 然後我房東就聽到這個消息 所以我房東因為他沒差 因為他就很低的時候 把他買下來 所以他就那時候問我 想不想要賣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住的那個房子是 實際坪數是32坪 對 沒有 就是 產權是32坪 所以實際坪數大概27坪左右 它是兩大房 然後兩坪 那時候他賣要多少 他那時候賣 因為他賣大概1000坪圖 那還好 對 可是那時候 對 那時候還好 可是他已經賺大概有300萬左右 因為他買得很低 他那時候大概是 進場很早 對 他很早 他大概20幾萬的時候 他就20萬左右他就買了 對 那我就算一下說 我大概要自備 因為 你首次購物 然後再加上貸款 那時候我知道的數字 我還記得了數字 就是我至少 我手上要有200萬左右 嗯 其實跟妳的成款也沒差多少 我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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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半了 你有一半了 對啊 你牙一咬就有了 我就是一個 我一直想到我的戶頭就沒有錢了 然後呢 然後那如果我下個禮拜要去哪個地方 或是我突然覺得我想要去哪邊走一走 我懂了 沒有安全感 他怕房貸改變了他現有的生活方式 對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很享受我的生活 對 我也很享受我的花錢方法 所以我很怕這個房貸壓力 但是其實有了小孩之後 內心對於買房的渴望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我是這幾年有小孩之後才發現 當初應該要買 後悔了 我如果當初買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房子之後轉手賣 大概下單賣了兩千萬左右 就賺了 賺了 賺了 賺一千耶 你看我多賺一千 你的戶頭就多一個零了耶 對啊 別提了 別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Junior的狀況 是 好 工作10年 目前存款 不要 你有錢喔 不要存款 目前還沒有到啦 但是就是一部分是媽媽他們當然會有資助 你把手上你知道可以賣掉東西 大概可以啦 好 有媽媽在幫你理財就對了 那你的目標頭期款是800萬 不是已經可以買了嗎 這還有一些差距 重點是 你是說之後的貸款 你是要付現金買房子嗎 當然不可能付現金買 重點是你後面還有很多的 你現在要買的 可能是還要跟你的評數要多大多少的 這是很大問題 現在 所以你還在找 你還在尋尋覓覓 你一定還會在看啦 那你這樣子算起來 你算很會存的囉 我錢也交給媽媽 其實 正式的數字我根本不是太清楚 我只是大概知道說我媽 還是媽媽慌慌 他媽媽說哎呀 我兒子今天要問我存多少錢 其實都沒存喔 我媽就會告訴我說 如果你要看房子 是去看哪個方向的 評數的房子 所以我就大概推測這樣子 所以媽媽給一個數字 就800萬就對了 對 告訴我說 大概在這個範圍 你如果你要去看房子的投資管 會是在這個落點 那從你開始工作這當中啊 你是你的花錢方式跟存錢方式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有這麼難言成的 對 因為其實我 我本來非常會花錢的人 哦 非常 那還可以存成這樣啊 沒有 我就跟你說就是 有部分是家裡沒有資助啦 對 我是後來就是我發現 我沒有存錢 幾年前我發現我竟然 就是一毛錢都沒有存 然後我可以就是吃吃喝喝 然後人家說要玩什麼生存遊戲 然後我就花十幾萬 二十萬去買裝備不玩 什麼東西 男生有時候真的也太夢幻了吧 然後我那個時候又很愛 就是出去喝酒 喝酒很多錢 不過是算我一個月喝 就喝掉給八萬 哇 一個月 對 還蠻 有請客是不是 你的房貸是已經買到多大的房子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 其實我住因為住家裡面 然後那個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 爸媽又不在談 我自己住 一個人住 可是好可惜 就很瘋狂的亂花錢這樣 對 那後來什麼事情讓你覺醒了 有一天起床的時候發現 欸 我家裡面睡了那麼多不認識的朋友 真的假的 太多人來家裡面做客了這樣子 然後最重點是有一年我媽在幫我報稅 然後她就先把我的存款布拿出來看 然後把我的那個 把稅單這樣打開來看 然後看完就這樣 落差太大了 你怎麼會沒存錢 然後超憤怒 然後從此以後 就是 所有公司的 會進來的錢 就在我媽開了一個戶頭這樣 就直接匯到媽媽那邊 對 然後我的信用卡就被沒收回去 耶 太好了 我就只有一張提款卡 然後就是 我每天出門都給我媽拿拿錢 然後我譬如說要花什麼錢 我媽在匯錢進來 然後我要出國的時候 才可以很榮幸的 把我的提款 信用卡拿回來 對 然後就是 就交給媽媽來處理啦 這幾年要存錢真的很難 我光講一個最簡單的 你們知道一年iPhone可以賺你多少錢嗎 你說蘋果嗎 對 它光是就是 5出了之後再出5S 然後大家就一定會跟著去 然後出了iPad又出迷你 對 要多些配備用那麼多 對 然後所有的電器用品 越做越不耐用 然後車子開始變成5年 大概你就 就開始要要換了 加上我之前又喜歡投資啊 對 之前做什麼投資 也跟朋友合開了咖啡店 然後又自己做服裝品牌 然後就是後來覺得就是 藝人還是本業顧好比較重要 對 有這麼多我們的那個前輩 損失了這麼多錢 你還不好顧好本業 對 就是千萬不要亂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就後來也把其他的東西 收起來 大概該收的收一收 整理一下 然後還是認真乖乖的賺錢 不過Junior很可惜啦 因為你如果一個月喝掉8萬的話 你8萬你已經足夠買一個 非常好的房子 對不對 平數夠大 那時候是有就是痛定思痛 就是OK 不可以這樣 不過還年輕嘛 所以機會還多的是 對 還好有一個媽媽監管 對 那這個像類似這樣個性的男孩子 結婚的時候也是要太太監管 其實將來你老婆 應該好好謝謝你媽媽 你媽家傳都傳給將來老婆 對 先把她管好了 對 錢交給媽媽 那個就像把錢 不痛這樣子就 沒有了 就只能 會啦… 因為你今天在節目上講 媽媽不敢不懷 不會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牙的狀況 聽完他們兩個都好慚愧喔 不會啊 你才幾歲 你出道有10年 沒有 就是出來工作 工作 就畢業就出來工作 儘管是零 26歲手購族 讓Junior好慚愧 我看到我身邊很多人 就是電影每一檔都看 手機每一袋都換 對 你不要這樣子講Junior 不要這樣 他一直重見耶 他會想說 你幫我拔出來… 好多喔 拔不完耶 變智慧了 至少我都 八成 對 會不會覺得很慚愧 我31歲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牙的狀況 聽完他們兩個的我好慚愧喔 不會啊 你才幾歲耶 你出道有10年 沒有 就是出來工作 工作 就畢業就出來工作 儘管是零 我是獨生女 然後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年紀很大 我爸爸今年已經80歲都退休了 所以我要負擔我自己 然後要負擔他們 對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那個房子真的是 我18歲就開始出來 就租房子住 因為我以前是跟爸媽住在同一個房間 比如說他們的床在這裡 我的床就是靠在旁邊的一張小單人床 那就是長大就覺得說 好 沒有自己的空間 就想搬出來 所以變成是你每個月就會有多餘的開銷 因為家裡沒有其他房間可以讓我睡 對 那所以你所有的這個賺進來的錢 等於都要養家 是啊 對 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 如果要我去負擔一個 比如說2萬多塊 3萬塊的房貸 我是可以的 可是我就是沒有前面那一筆大條的錢 這樣先把它丟進去 投其款 我就是沒有這個東西 不然其實要付房貸這些事情 我現在租的房子也都是可以付房貸的 一塊小蛋糕 大牙的狀況也是現在可能很多 就是電視機前面觀眾 那些社會新鮮人所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以我們剛剛三位來賓來講 大家工作的年齡都差不多10年以上 10年喔 竟然對買房子還覺得那麼困難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啊 我出道也是十幾年 好幾年之後才買耶 那時候也是買不起耶 真的喔 對啊 我是民國六十二年到台北 我六十五年就買房子 哇 三年就沒房子 是被包養嗎 沒有沒有 妳看嗆嗎 其實問題太好了 這根本是出來打拚的時候 三年就買房子 我們也買房子 對啊 那我們要請問小琪一下 聽三位藝人的一個講法 好像對買房子真的很困難 對存錢也困難 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其實越來越難 那這個難是有機可取 我們可以看一下主記處公佈的這個表格 近年三十到三十四歲 年可支配的所得 在民國九十五年 有五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塊 對 可是你看到了民國一百年 只剩下四十六萬兩千一百一十五塊 對啊 六年時間就少了四萬 那如果小家庭來說 等於是 就少了八萬 對 所以其實難怪會有人做統計 在台北市 大家要想要買房子 要不吃不喝 二十八點八年 對 接近還不久了 就不用花錢減肥啦 對不對 不過大家不要灰心 我們今天大家都覺得 買房子很難很難很難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真的 你想都想不到 它是七年級生 26歲喔 現在已經有三棟房子喔 什麼棟耶 它現在是包租公喔 所以它辦得到的話 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有機會 對 我們今天請它出來 跟我們現身說法 它怎麼能夠買到房子的祕訣 好 歡迎我們的存錢達人卡司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卡司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冒昧的請問一下 你今年貴庚 現在幾歲 滿二十 二九歲 請問一下 太遠喔 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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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很慚愧 好慚愧喔 我還在當蝸牛 對 你是活在不同世界嗎 對對對 不過我們今天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 你現在 還沒有買第一棟房子 你看到我們今天請到的 真的是 房地產的達人 真的 二十六歲就買第一棟房子 現在二十九歲 已經有三棟房子喔 好厲害喔 好好的看下去 他能夠辦得到 你也一定能夠辦得到 所以趕快要請卡司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買房並不難 為什麼 其實我剛開始也是 就一直存錢 一直存錢 然後 我記得我剛開始看房子 大概是 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這麼長就決心了 你就一直在看房子 那不是當兵回來 只是看房子 就是 那時候就是剛開始的工作嘛 想說一定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你看他二十四五歲 就開始看房子 我不敢去看耶 已經算是就成熟得很早了耶 對啊 我現在經過信義房屋 都快步過去了 越看越傷心 不過卡司 你二十四五歲開始看房子 到二十六歲才買 是 才買第一棟 那為什麼這個中間 有兩年的落差 你是怎麼去挑選 去買第一棟房子 應該是剛開始就 那努力存 我是把錢放基金 放基金 也因為把錢放基金 所以看到基金每年爆出率 那時候是很誇張 大概05 06年的時候 他每年可以漲二三十趴 可以 基金那時候非常好 也就是說相對而言 那時候房價其實是蠻高的 房價也相對高 那時候我是看三房兩廳 因為想說未來總會結婚生小孩 標準房 對 那時候連新北市的價錢 都要三十幾萬一平 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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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真的買不下去 我們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存 可是真的沒辦法出手 是 對那時候我記得 台北摩根還是預售屋的時候 對 就金站還是預售屋的時候 那時候開價就五六十萬一平 那時候 對 那現在當然不值 對 所以就因為價錢太高 我覺得真的沒辦法 所以你還是一直在猶豫就對 對很猶豫很猶豫 可是還是邊存 對 那後來第一棟房子怎麼買的呢 因為後來也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說好還是不好 就遇到金融海嘯嘛 那 因為我們一直在存基金 所以基金的報酬率 其實很明顯的掉下來 看得很快 那一次跌得滿快的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就反過來看 就看房價 是不是也有往下掉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把基金算一算 然後看到過去幾間房子 其實價錢有明顯下來 是 對 就出手買房子 剛好把基金轉房子啦這樣 那你一方面是逃過了 基金的金融海嘯的一個充氣 對 運氣滿好的 一方面又房子買在低點 相對 對 這perfect是非常完美的狀態 對 它轉換得非常漂亮 你第一間房子買的價格是怎麼 多少錢 那時候買的價大概900多萬 新北市的 900多 一坪是多少 一坪那時候算21萬 不算車位 不算車位 那是你原來 已經鎖定的房子嗎 對 原本就看過了 那以前在06、07年那時候看的是什麼價錢 33萬左右 那你不是打到7折左右 6、5折、7折 你怎麼殺啊 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們那時候講比較直接就跟建商說 其實三重區的房子看可不可以 20萬以內啦 所以我們出價就出很低 所以你就出很低 對 那他可能剛好也有一些 他沒有把你趕出去喔 沒有 他還請我喝咖啡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人看盲子 喔 對 對 車位隨便轉 我這挺狠的都可以停 真的 停在走到終點 對啊 所以 所以你就買到 你想要的價錢 也買到相對低檔的位置 不過買還是 最主要你那個自備款怎麼來 對 存錢這件事對我而言 因為我們 大家都知道要先存在花 那可是因為最近很多 就是我看到我身邊很多人 就是電影每一檔都看 手機每一袋都換 是 欸 你不要這樣子講June 不要這樣 飛機一直中線耶 幫我幫我拔出來 好多喔 拔不完耶 變智慧了 沒有啦 那我們就忍著 就是兩袋換一次啦 喔 隔袋換 隔袋換 就是說自己的慾望其實是要壓抑 要忍住 要控制的 因為我本身做業務的 我剛開始收入也是很不穩定 對 那就讓自己苦一點 我就是盡量 你那時候收入大概多少 剛開始一兩萬塊一個月 所以觀眾朋友大家都有機會 跟現在一樣啊 現在是兩萬二啊 他那時候才一兩萬 一兩萬 那你一兩萬你還是存就對了 對 剛才還是存 多少 存多少 好厲害喔 至少要存到三成以上 你那時候 一兩萬還存三成 我可能會去獻錢 一兩萬我應該會去獻錢 你從家裡不開燈 然後也 講到吃飯就很好 你沒有華絲 講到吃飯就很好笑 就是說 我那時候去泡沫紅茶店 對 然後我就 從早到晚就點一杯 喔 然後就從早做到晚 然後跟客戶都盡量約同一間 喔 那你就那一杯 就那一杯 就一直不敢丟就對了 就是慢慢喝慢慢喝 然後吃飯就去外面吃再回來 因為泡沫紅茶店裡面的餐比較 貴 對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在泡沫紅茶店 因為我幫他見客戶啊 喔 對 所以 就盡量把他們約同一間 然後從早到晚 對 所以那時候就 辛苦存就把 我那時候一次買兩間 哇賽 不過你一次買兩間 那你的自備款 你剛剛講說 那時候一兩萬塊嘛 那後來你慢慢你累積你的一個收入增加以後 你的儲蓄率有沒有提高 喔 有有有 喔 都至少我都 八成 八成 對 你的年薪是多少 他說大概六十萬左右 六十萬存八成 四十八萬 你怎麼住 那你兩成是十二萬耶 你一個月 開銷才一萬塊 那時候還住家裡 六十萬塊 所以還 而且住家裡會生很多 是是 你不要這樣講 你們為什麼要一直講Junior 還要住家裡 還好沒桌子我就餅住 所以能夠逢低買進是一個重點 但是努力工作 提高你的儲蓄力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看到七年雞生的卡斯 是 儲蓄率八成 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樣 他做得到 你也一定做得到 沒錯 我們謝謝卡斯 謝謝卡斯 謝謝 謝謝 金燕 根據統計房價的一個總數 一般 八成五是設定在八百萬裡面 對 五成五是設定在五百萬裡面 對 那我們請問一下小琦 那到底要準備多少才能夠買房子 其實我們年輕人買房子 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自備 卡斯 對 那以現在來說通常我們是建議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如果當然你父母願意幫你 爸爸媽媽 對 你的頭期款其實 父母把錢存在定存 其實那個利率還不如來投資房子 讓他協助你一下 當然你自己要有一筆小存款 那加起來這個就可以來做第一筆的自備款 是 但是如果父母沒有辦法幫你 對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精算購物金額幫你挑好宅 如果你每個月要負擔三萬塊的房貸 對你來說難不難 OK 那假設丁寧可以有三百萬的自備款 是 可以買八百五十萬的房子 如果說我們是假設差不多兩房 然後是中古屋 我們不要去想考慮那種就是說 五年以內的這種新房子 大概你在 都還可以買得到 是 就是如果父母沒有辦法幫你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剛剛卡斯講的 要存錢 很多人都覺得 存錢很難 可是其實 如果你從出社會22歲 你每個月就存一萬五千塊好了 假設一萬五千塊有點難啦 比較高額住在家裡的 省一點一萬五 一年就有十八萬 那八年其實就一百四十四萬 其實這就是一筆整數 以三十歲買房子其實不算晚 大雅庫 你不要說大雅庫 OK 好 是在安撫Junior受傷的心理 對 我是覺得說 對 我真的不應該就是 這麼享受自由 然後搬出來 如果我坐在家裡 也許我現在搞不好已經有房子了 是 對啊 其實你是太 為什麼你默默地講 我就覺得看到Junior身上 這種簡單的智慧 對 我是站在大學生的角度 一個月存一萬五 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你住在家裡的話 也達不成 坦白講是有一點困難 一萬 那一萬五太高的話 我們可以上到一萬 一萬是一定要啦 你說如果 賺的賺的客人 吃的吃鞍鍋 兩萬二 兩萬五 你如果存不一萬塊 你其實是一個有一點敗對 怎麼這麼快 真的 這真的是 以我來講 現在你剛剛那一句講完 三個都中間 沒有 因為像我來講 我現在每天花了也不到一百塊 對啊 因為你真的 這是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慾望 你如果真的 你的第一個人生目標 就買房子的時候 那你其他的一些物欲 應該要盡量的壓抑 其實我覺得 剛剛卡司講得很好 手機不要立刻買新的 不要立刻換新的 其實有一些物欲 可以買舊的 而且可以延後你的消費的慾望 那如果說很多大學生 現在都有助學貸款 其實他們出了社會 還要繳這些助學貸款 那你降低你的存款一萬好了 一年十二萬 十年也是超過一百二十萬 對 那還是有一筆整數 而且這沒有包括負利喔 對 如果你還把這些錢 拿去投資基金 然後賺到了錢 那其實 很快你就存到這一筆 小琪講得很 對存錢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可是我覺得要懂得如何 去理財投資 是成功的第二步 對 那我們請問立方一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 如何去估算 我想要買的房價 我要買多少 然後我要如何去計算說 我要買多少 我要準備多少支配款 這個中間有沒有一些公式 可以給我的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就是一般人 就是覺得說 房子好貴 我買不起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只有兩百萬一百萬 到底夠不夠 都沒有概念 那我們這邊就三個步驟 我們來教一下就是說 觀眾朋友怎麼算 就是說如果你是雙薪家庭 就是以夫妻月收入加起來 那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就自己的薪水 比方說一個月 假設五萬塊好了 你就先乘以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 那為什麼是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 這邊先解釋一下 因為台北市的 跟新北市的房價比較貴 所以可能你的房貸負擔 就會比較高 所以會用二分之一來計算 但如果你其實是桃園以南的 其實房價相對不會像雙北市 這麼誇張 你就可以乘上三分之一 那假設 我先是月收入 我假設一對夫妻 是十萬塊好了 那我乘以三分之一 是不是差不多 就是三萬塊 那也就是說 我可以負擔房貸的能力 大概就是一個月三萬塊 每個月三萬 對 每個月三萬塊 好 那三萬塊之後呢 好 第二步 我們就來回推 你可貸款的額度是多少 怎麼算呢 我們現在在用利率3% 然後呢 我二十年期房貸 我每貸一百萬的本金 我每個月要還五千五百塊 五千五百塊 對 那你就用這三萬 除以五千五百塊 對 除以五千五百塊 是不是就可以得出 你大概貸款可以貸多少百萬 對 有概念嗎 有 有喔 所以我們用三萬去除以 大概五千五百塊 大概就是 五百五十萬左右 對 五百五十萬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五百五十萬 就是你可以負擔的這個房貸 就是貸款的這個 那假設我們去 再回 回推總價 那假設我是要房貸 貸八成 我就用這個五百五十萬 再除以0.8 假設我是貸七成 不要說房子很舊很偏遠 可能只能貸七成 我就用這五百五十萬 再去除以0.7 是 這樣子解釋有懂嗎 沒關係 因為其實立方 沒關係 我如果有懂 真的我覺得 全國的觀眾都會懂 而且我好認真 你知道我這輩子 從來沒有這麼認真過 在讀數字 妳有懂嗎 我懂 懂 妳有懂 我有懂 真的想不到 這個其實還滿簡單的 妳有認瞧不起人嗎 不會 我真的很要 focus 對 不過啊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剛剛立方講的這次的重點 你覺得我已經頭都開始發暈 沒關係 我們現場來賓 剛好就三個案例 我們來幫大家試算 其實那一款最多 他已經有了 其實也沒辦法 其實也不清楚 但是怎麼說 你想要買哪裡的房子 內湖 內湖 好 所以我們就從地區性 先來做判斷 是 那你需要的這個房子的狀況 比方說大概多少坪啊 車位啊 這些條件 我是想就還是 可以跟家人 家人來跟我一起住這樣 大概50到60坪之間 哇 所以你去算一算就是 我大概自己算一算 這個 目標啦 是最基本 甚至達不到的 可是 可以喔 如果是10年的中古屋可以 就是不要買全新的啊 不要想買全新的可以 全新現在太貴了啦 全新的真的是太高 但是看來看去 中古屋現在也很高啊 我就住你家對面啊 我那時候買那個房子 自備款不用那麼多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那時候那時候喔 對 那個時候啦 對 就是兩三年前啊 那個時候 現在就很難了 所以你的那個 有算過自己的 就是每個月可以負擔的貸款 大概在多少嗎 我覺得在 5萬到10萬之間 好 立芳 我們等一下喔 來幫Junia稍微計算一下 以他每個月喔 他可以負擔的房貸是5萬塊 嗯 那他的自備款 我們自備款是 訂在600萬的話 對 那他這樣的話 他要到哪邊去選 他心目中理想的一個房子 我們要怎麼反推回去算 就是我們算出來說 他可以5萬塊負擔的貸款額 是 大概就是900萬 900萬 再加上他現在有的自備款 600萬 再到家過去 對 他就可以買1500萬 是 對不對 所以剛剛Junia不是有講說 他是5到10萬 假設是10萬 對 900就變1800 那1800再加600萬 就變成2400萬 那就是我而已 對 你就可以買到2500萬 對 那如果Junia要在內湖買50瓶嘛 那50瓶出於2500萬 你就是找50萬上下的 房價50萬上下 你就可以買到 那有啊 現在內湖有啊 哪些區塊 哪些位置 但是房子是比較秀的 沒有 你房價 你地點跟房價中間 它是一個替代性的 地點越好房價越高嘛 那你稍微 你如果地點稍微 稍微的忍耐一下下 房價當然就比較利用 其實地點上也有耶 只是說 如果你一心想買新房子的話 我就跟你講有點難 對 10年啦 如果你願意買10年以內的 中古屋的話 你絕對已經可以買了 對啊 內湖喔 對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丁寧 你想要心目中的房子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條件 我要在永和區 因為我在永和住很久 然後 其實我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就蠻符合我要的那個條件 因為前後都是公園 對 然後因為我有小孩 就公園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因為原本我有點想要 就我現在住的房子 我也蠻想買的 它 它是大概40坪左右 對 對 然後 我記得我們要所有房東 是買大概1千6億左右 40萬 對 所以其實我蠻喜歡的一個房子 對 那那個 你比方說你有試算過說 我每個月的貸款 大概可以負擔到 我之前沒有試算過 因為之前沒有上節目 對 那你現在有試算過嗎 可是我沒有辦法 這麼快算出來 我換另外一種方式問你 就是說如果你每個月 要負擔3萬塊的房貸 對你來說難不難 OK OK的 好 那我們就以這個每個月負擔3萬塊的標準來試算 好 那我們的觀眾朋友聽好 如果你每個月可以負擔3萬塊 跟丁寧一樣 我們來請問專家 立芳 幫我們計算一下 如果每個月的房貸3萬 對 那它可以貸款總額是多少 大概是550萬 550萬 那假設丁寧可以有300萬的自備款 是 就可以買850萬的房子 850萬的房子 那像850萬的房子 現在坦白講 台北市是不可能啦 對 那在台北市以外的地區 新北市 有哪哪一些地區是850萬可以買到 如果說我們是假設差不多兩房 然後是中古屋 我們不要去講考慮那種就是說 5年以內的這種新房子 大概你在 土城 土城 三峽 三峽 淡水 淡水 都還可以買得到 是 土城 喔 細紙 細紙最近也蠻貴的喔 細紙現在也都長起來了 細紙是新推案很貴 你是定在差不多20萬到25萬之間 對不對 那中古屋沒有問題 其實土城在過去永寧那邊 20萬以下的還有 都有 還有 那靠近永和的是哪裡 因為中永和那邊 如果 丁寧你現在那個房東的房子 應該是算新的對不對 也不會很新 可是我們那一棟社區 它維持得非常好 它已經快要10年了 那5年快要10年 快10年 對 可是它就是非常的新 它就是每年外表 都會全部都清理過整理過 所以它就是看起來就是 然後因為它是在那一帶 最高的位置 所以淹水絕不淹不到 然後前後又是公園 對 它是喜歡地理位置 我對地理位置很 而且因為我特別重視公園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大雅的狀況 我覺得宇琳 你們越來越遠了 你們講話好遠喔 會嗎 不會 我覺得你們說話 聲音都好小聲喔 不會不會 所以你對於自己想買房的 那個目標條件是什麼 其實我的條件 其實我只有想到地點的這個部分 跟我可以負擔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沒有那個 自備款嘛 對 就像因為我爸媽年紀很大 所以他們是住在南港 所以我希望買的房子 不是在南港就是內湖 就離我工作也方便 對 那我們家沒有車 所以沒有車位的需求 但我們就是必須要 可以有交通工具的 譬如說大眾運輸工具 公車或捷運 這類的 捷運不行的話 公車站可以嗎 公車站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現在爸爸媽媽住的房子 是自己的 是自己的 可是那個屋林的狀況 非常的可怕 而且 聰明消費 也能幫你存下投期款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 會使用信用卡 會有紅利 然後這個紅利 你把它累積到一個程度 我建議你換禮券 為什麼 因為你把這個禮券 載到百貨公司去 你本來可能是消費財 突然之間轉換成投資 又滿足了自己消費的慾望 因為 現在爸爸媽媽住的房子 是自己的 是自己的 可是那個屋林的狀況 非常的可怕 而且比較小 很小 它那個是大概 使用坪數大概23坪左右 OK 然後一房一廳 一個 涼房啦 但有另外一個房間是沒有窗戶 我們當主廠是在使用 如果那個把它賣掉的話 你現在的價錢 那個賣不掉 我們家那一區是整個 南港區被遺忘的一個 神秘的三角地帶 是 因為那旁邊是連勤 所以現在那邊連勤不搬 我們就沒辦法蓋更高樓層的房子 因為有機密的位置 所以建商不會收購來做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那個房子很可怕 那是一整條走到 一層樓大概快25 大幅 所以很難談重建 之前談過好幾次 不不不 我覺得有志者施進成 我從小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國家趕快 遵守我們家那塊土地 來蓋一條高速公路 給我一百千 因為你知道我們家四樓 我覺得你那邊 未來還是有機會幫你講 我媽媽沒有坐頂樓加蓋 所以外面 我們家就下雨 外面已經停了 我們家還在漏水 我爸爸現在 他睡覺的被子這邊 上面吊燈會滴水 所以他睡覺的時候 這邊可能要放一個 吊燈會滴水很危險 或一點那個觸電 所以我們家的天花板 幾乎已經都沒有任何的東西 就是裸屋的一個狀態 然後貼很多很多的塑膠布 有一天你會撿到長江七號的 七號 對 那每個月的貸款 多少錢你是可以負擔的 我覺得大概2萬5 最均均到3萬 戴啊如果說1萬到2萬應該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他說剛剛最高可以到2萬 對對對 那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是1萬到2萬 這個貼沾的 我們請問一下立方幫我們算一下 1萬到2萬的話 他的一個房貸可以貸總額多少 大概是180到360萬 所以1萬是180 2萬是360 那如果自備款 100萬 100萬 大概就可以買280到460萬 那剛剛大牙不是 有說他搖搖一斤 大概可以到2萬5嗎 其實我幫他算了 那他最高大概總交可以買到 550萬 那以280 460 550萬 現在在台灣中華民國各地 有有有有 中華民國各地 包括台風金嘛 有 包括台風金嘛 對 到哪裡來 台風金嘛一定有 這個房子我不需要真的很棒 就是基本上 不要漏水 超過20年的房租我都可以考慮 不要漏水 然後大概30坪 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然後樓層如果爬樓梯不要太高 因為我爸爸年紀真的很大了 要有電梯 比如說2樓的話 就不會那麼累 對 有 其實還是有啦 就是說如果也是以雙北市來講的話 當然就比較遠 像 音哥其實不會耶 不會很遠耶 對 音哥比三小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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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今天知道 大雅住在南港對不對 對 其實我會反而建議他往北買 比如說你就是 基隆 細紙 基隆 巴肚 這種地方 就是有火車 就是你不要覺得說 沒有捷運都很不方便 其實我滿多辦公室同事 是住巴肚跟基隆 熱房那邊更便宜 然後還有細紙 你知道嗎 從我們辦公室在 也是算市中心 回到他家 他說最快40分鐘 含公車跟有時候捷運 然後去搭火車 其實很快 很快耶 算快耶 除了立方剛剛推薦的幾個地點之外 其實你看像大雅住在南港 他也是現在他說是一間賣不掉的 神秘三角地帶 其實我覺得在台北市 還是要看物件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多去看房子 因為我也是有朋友 買在安和路 安和路 安和路耶 聽起來就很好 對 一坪才買到60萬 真的假的 真的 可是別的樓層 可是就是要看 別的樓層都賣到110 對 同一棟房子 那不是鬧鬼還是 不是不是 完全沒有問題的房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買房子還是要看緣分 你要自己多做功課 多看房子 什麼價錢都有人賣 然後那種屋主的欠度 而且其實講到這個 我就真的很想要呼籲我們的政府 就是之前有這種 不要 你這樣寫這次 不要亂把你也思考 思考好 我思考好 因為我在做功課 然後我就找那個青年首購 的這個東西 結果你知道我發現 我完全不符合任何一個條件 對 因為二等親裡有房子 對 因為我們家那個神秘的三角房 那就是一個房子 對 我媽說那個 我們家那個房子 如果要再來拿來給銀行貸款 可能 因為人家來看 這個拍照 然後那個可能主管說 這個沒有貸款的價值 可是像我一個朋友他是 他那時候他第一個房子 其實他買的不是自己住 對 那時候剛好是他們家住在鄉下的地方 然後跟他們整個建造 建了那個獨棟的房子 但是就賣不出去 是 結果就好像被 被有人就把他法拍 他們法拍之後 一整棟喔 就是四層樓的房子 他們才賣不到300萬 對 我朋友馬上買 我朋友一年他一個月才3萬多塊 對 他就買了 然後一個月只需要付1萬出頭的貸款 他就有一個房子 然後現在那棟房子他租給人家 租給人家大家也租1萬塊 對 然後他現在那棟房子已經賬到600多萬 一倍了 賺一倍了 對 所以他就把這個房子賺的錢 再拿來買台北的房子 對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買在自己現在住 因為我們都很想買自己現在住 太完美了 所以其實真的是要先求有再求好就可以 這第一步很重要 對 不過剛剛戴亞講到這個 合宜住宅的問題 其實最近台北市 台北縣 算台北縣 推出將近有1萬多戶的一個 合宜住宅 它差不多每平差不多15萬到19萬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1萬2萬的 就是說480幾萬 可以買到房子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具備那個合宜住宅的一個資格的話 我想那個是很簡單 不過再怎麼簡單 投期款 對 我覺得存錢還是最重要的 還是要請問小心一下 投期款要怎麼存 怎麼存 存投期款 好 我想教大家三個理財的好習慣 然後讓大家快速 趕快存出你的第一桶金 你的投期款 第一個習慣就是要先存再花 止境不出 因為會賺錢其實不代表你就真的有錢 會存錢才是高竿 像剛剛我們今天講的那個卡 發成真的是太厲害 嚇死了 但是想存錢想存錢光想沒有用 一定要找到一些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你可以利用自動轉帳 OK 你去訂存 或者你投資基金都好 讓這個錢止境不出 你才能夠真的把這個錢留下來 對 好 那第二個好習慣 教大家就是 把消費的錢再賺回來 怎麼有那麼厲害 以外來說 錢花出去就是有去無回 對 可是你看我們是不是 有時候會使用信用卡 會有紅利 是 然後這個紅利 你把它累積到一個程度 你可以去 有些人會去換商品 我建議你換禮捐 為什麼 因為你把這個禮捐 再到百貨公司去買金數 買黃金 買黃金 然後把這個黃金 因為黃金買了之後 它變成一種投資 你本來可能是消費財 突然之間轉換成投資 又滿足了自己消費的慾望 因為那個閃亮 要買金塊喔 不能買四斤 對 但是因為禮捐 在百貨公司限制能買金數 我們也不要小看這些金數 其實你累積下來 在金價好的時候賣掉 其實你也是能夠獲利 也增加你的頭期款 對 那第三個方法叫做 買最好資產 用錢賺錢 那其實這個就是 把你第一筆存來的錢 再去投資 因為存錢太慢了 是 所以我們懂得使用 運用一些年化報酬率 也許有10%的基金 或什麼來投資 讓你錢賺錢 那速度更快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那個卡斯 他除了自己很會存 100多萬存8成 很難耶 一個月1萬塊 憲哥你以前存錢 有比他強嗎 其實差不多 坦白講 所以你們有流亡對亡的感覺 真的 像我們62年上來的時候 我一天賺1000多塊 因為我賣兵嘛 1000多塊 我幾乎一天我們家 對 花不到100塊 我們家四個人 那時候也花不到100塊 所以我為什麼會痛風 就是我媽媽每天中午都買那個 雞的內臟最便宜 多汗多心 然後煮那個鹹味 我們就吃兩年耶 吃到痛風都不知道 好可憐喔 但是不過現在總算是事業有成了 沒有啦 這熬出頭了 熬出一點點頭了 沒錯 不是在常用冬筍 好 對啊 所以啊 這個觀眾朋友如果覺得 自己買不起房子的話 希望看完今天的節目之後呢 可以讓你做一個參考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所有的我們的觀眾朋友 今天看到卡斯的成功的例子 你一定想 順何人也與何人也 就違則依若事 也就是說你只要想做 一定可以成功 其實呢 理財呢 就像爬樓梯一樣 你一定要先跨出第一步 當你跨出第一步以後 你才可能再繼續走第二步 第一步就是儲蓄 對 沒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欠而已 所以年輕人要及早儲蓄 當你累積第一桶金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規劃你的 投資理財的一些計畫 否則你沒有第一桶金 什麼都不用規劃 沒錯 所以養成這個好的理財習慣 非常重要 就可以讓你輕輕鬆鬆的存 到你的頭肌寬 最後呢 希望所有的朋友 好看 歡迎一下我們大雅的偷窺寫真書 好 今天也謝謝我們的專家 謝謝我們的來賓 謝謝 謝謝